10月6号,特朗普刚刚出院第一天,又开始马不停蹄地搞事情了,并且这次战场放在了线上,也就是总统所熟知的社交平台Twitter。 今日特朗普的两条推文,一条成功地把Twitter和Facebook,两大社媒平台方炸出来亲自删帖,另外一条更是直接让美股暴跌超过1%,接下来,我们就来看看特朗普总统又说了什么语不惊人,死不休的言论。 今天上午7点,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,流感季来了,每年,尽管有疫苗,但仍有许多人死于流感,甚至超过10万人。我们会因为流感而关闭国家吗? 不会,因为我们学会了和它共存,就像我们正在学习与新冠肺炎共存一样,新冠肺炎在大多数人群中致命性比流感小得多。 这段发言,可把广大吃瓜群众,包括美国多家媒体,吓坏了。 仅仅过了几个小时,Twitter和Facebook也坐不住了,纷纷采取应对行动。 Facebook直接把特朗普这个状态删除,而Twitter则关闭了这则状态下的评论功能,并添加特别注解。 称,这条推文因传播COVID-19相关误导性和潜在有害信息,违反了Twitter的规定。 为符合公众需求,Twitter继续保持这则推文的公开可见。 不过,大家想浏览这条推文的时候,需要专门点击一下才可看到,这也算是用心良苦了。 脸书新闻发言人在删帖后也公开表示,之所以删除是因为该信息违反平台规定存在误导。 那到底是存在怎样的误导呢? 相信稍有常识的朋友都能看出,那就是美国总统直言新冠病毒的致命性比流感小得多。 那事实真的如此吗? 根据CNN的调查,今年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超过过去5年因流感死亡的人数。 现如今,美国已经有超过21万人死于新冠。 刚刚从新冠肺炎那里稍稍有恢复的特朗普,便开始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藐视新冠了。 除此之外,特朗普还在另外一条推特中表示,自己状态很好,将会如期参加10月15号在迈阿密举办的第二场总统辩论。 此刻,小编只想求拜登心中的阴影面积。 接下来,我们来说一下第二条重量级的推文。 如果说上条推文只是让大家吓得够呛,那这第二条推文恐怕就要哭出声来了。 当地时间下午二时许,特朗普突然发推表示,自己已经指使谈判代表停止关于纾困案的谈判,直到大选结束。 如果我大选赢了,将会继续给大家发钱,如果我输了,那就…… 这也就意味着,特朗普在拿着大家的新冠疫情补助金来要挟各位选民能给他投票。 据了解,特朗普是在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·麦康奈尔,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和政府首席谈判代表财政部长史蒂文·努姆钦举行私人电话会议后,不久发表了这一条推文。 此前,民主党提出了一项2.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,但未能获得众议院共和党的支持,而白宫批准的刺激法案金额仅为1.6万亿美元。 对于人在百年遇难的疫情中苦苦挣扎的美国人来说,终止谈判的决定绝对是一个重大打击,同时,这也严重危及美国经济复苏。 在特朗普发表完以上言论后,美国股市暴跌,本来,今日的股市似乎受到总统身体逐渐康复的影响,开盘后一路高涨,倒指最高涨了200点,但在特朗普发表该推文后,立刻急转下跌,一直跌到了收盘,堪称断崖式的暴跌。 这,就是特朗普出院第一天后的表现,不知大家看着手中的股票,是不是又想重新把它送回医院了呢?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请关注点赞并分享,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,我们下期再见哦!